28号的晚间 花莲市区发生了一起掳人事件 根据了解 有四名男子在案发前一天 就已经开车来到了花莲 一路跟监被害人 看准了时机就把人压走 但是被害人不断的挣扎 幸好当时 刚好有一名刚下班的远警路过 赶紧上前帮忙 没有想到一查 被害人的身份竟然是一名通缉犯 大马路上一群人在车子旁拉拉 硬要把被害人拖上车 被害人也用尽全力挣扎 街上有不少民众都不敢轻举妄动 直到有下班远警发现制止大喊 你们在干嘛 这群人才连忙逃离 我就看到前方红绿灯停了一台车 然后两三个人把 要强压一个人上车 然后他们互相对击 那个人一直反抗 然后最后看到一个 骑机车的人下来帮忙 当街辱人事件就发生在 花莲市临森路 18号下午5点多 被害人黄信男子被四名嫌犯 强压上车 正好被花莲分局组长看到 赶快上前营救 他急着想离开 但是我在安抚他 并给他说警察马上到场来协助处理 不过这名被害人 怎么会看到警察第一时间就想跑 原来他竟然是 花莲地检署发布的通气犯 经过警方追查这几名扼杀 前一天从新北戏指来的 花莲把被害人如走 警察 来 让我看看你的手 警方立刻火速 北上逮人在新北市抓到一名嫌犯 其他三人则还在逃 不过被害人不断宣称自己不认识他们 警方后续也成立专案小组 持续追查 记得蔡一杰徐立琴花莲采访报导